疫情解封后 不少外籍旅客到台湾旅游 根据旅游电商平台调查 发现最受欢迎的景点 就是台北101观景台 另外收藏横跨8000多年 历史典藏的故宫 是第二名人气景点 而海外旅客来台 最多的是韩国人 第二名是日本 接着是港澳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其中新加坡旅客消费力最高 会订比较中高档的饭店 然后也会订一些包车 一日游等等 有趣的是这项调查更显示 每个国家旅客来台喜好都不一样 像是日本人喜爱北海岸一日游 必有酒份欣赏山城夜景及品茶 另外还国人喜欢吃台味餐厅 像是鼎泰峰 几几餐厅 同时要搭配按摩泡汤行程 最懂吃喝玩乐 其实相当的多元 所以很多的食物 其实也比韩国有很多很多种的吃法 不过近期也有日本人po文 拿着一万日币兑换台币 居然只换到新台币2134元 到台湾旅游能买的东西变少了 有脸书粉砖分析 为什么日本人不来台湾 日币狂跌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日币不断的走落 现在的汇率跟疫情前其实差了非常多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 他现在出国的成本相对的更高了 另外也有网友认为台湾的住宿贵 更影响日本旅客来台意愿 饭店太贵品质又不佳 还有人大酸 价格不是贵而已 是爆炸的贵 也难怪连国人都宁可出国玩 不选择国旅 借皇民众月方台北报道 幫助托国旅客 欸 啊 by bwd6